随着夏日来临,海岛度假由热潮来袭,不少人还在纠结到底是去马尔代夫还是夏威夷度假,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岛屿可供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座世界顶级四人岛屿,特迪亚罗岛。 特迪亚罗岛是南太平洋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之一,位于大西地本岛离北约50公里处,周围珊瑚礁环绕,非常隐秘, 只有乘坐自然飞机才能到达。 特迪亚罗岛是一个由总链集约为1450英亩的12座小岛组成的环礁,中间是一大片细湖, 岛上棲居是成千上万品种多样的珍稀鸟类,珊瑚礁附近是种类丰富的鱼群,还有海龟在岛上产卵。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二世纪六十年代,教父马容白兰杜在岛上拍摄电影时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女人的私人岛屿, 并于1967年,以约27万美金购得其99年的租赁权。 2014年,顶级生态度假村,白兰度酒店经历十年开发后正式开业。 35座带有私人泳池的别墅隐匿于其中一座岛屿之上, 全岛采用海水空调系统和100%自贡能源系统来防护海岛的原生态环境。 岛上设有一座由举世闻名的新级大厨居一马丁长厨的餐厅, 一座玻璃尼西亚水疗中心,一座绿树演绎的护理室, 还有一个即将成为国际前世的沙滩酒吧。 除了极其精致的服务之外, 岛上还有诸多独具特色的海岛活动可供选择, 观景、骑行、森林探险、潜水、阿独木舟等等应有尽有。 相信拥有一座私人岛屿是很多人的梦想, 私人岛屿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昂贵, 太平洋上很多岛屿平均售价价在30万美金左右, 相当于国内二三线城市一座公寓的价格。 你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 关注我,带你探索更多优质的私人岛屿, 私人岛屿相关业务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